央视网消息,7月26日,外交部举行立新记者会,记者,据报道,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,主席朝克格拉斯利近日在美国政治杂志发表文章,指责中国严重侵犯宗教少数群体的人权,称为宗教自由而战,应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部分,中共对此有何评论? 华春莹,坦白的说,我看到有关报道时,对有关议员对中国的严重无知和偏见感到非常惊讶和遗憾,对其有关中国的无端之责非常不满和坚决反对,我不知道这位议员对中国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基本诚实了解多少,他来过中国吗? 他了解中国有多少个民族,多少种宗教,多少信教公民,多少宗教场所,中国有56个民族,除汉族外的55个少数民族总人口有11379万,中国主要有佛教,道教,以斯兰教,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,信教公民近2亿,宗教教职人员38万人, 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4万多处,中国充分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教育权利,包括宪法在内约40部法律法规,对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作出规定,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,中国各族人民法享有充分宗教自由,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, 我也想问问美方这位议员,他对自己美国国内少数族裔的人群状况了解多少,根据盖洛福和皮尤研究中心名册数据显示, 42%的美国民众表示对美种族关系感到极度担忧,58%的受访者认为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, 75%的美国成年穆斯林表示,美社会存在大量对穆斯林歧视,四分之一的非洲裔和十分之一的拉美裔内国人, 表示因种族或族裔人因受到骚扰,没少住族裔在就业,薪酬等方面处于全方位劣势, 种族间财富差距率已扩大,种族仇恨犯罪不断增多,中国有句谷语,职人者质,自知者明, 我们希望美方有关人士能够客观全面认识自己,认识别人,为促进中民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, 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,多做一些建设性的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咯